请问 你知道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的由来吗 有一家子 娘俩 儿子叫冯生 有一回 冯生上山去砍柴 捡了一只个头很大的鸟 这只鸟说鸡它不像是鸡 像老瓜不是老瓜 冯生把它抱回家喂养 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鱼儿 鱼儿长得挺肥 有一回过年 家里没钱割肉 冯生要杀它给母亲开个婚 他刚要动刀 鱼儿说话了 冯哥 你别杀我 以后你有事情我会帮你的 冯生见鱼儿会说人话 就没有杀他 初五早上 鱼儿对冯生说 冯哥 东南千里外有个小国 正月十五这天 公主抛袖球选驸马 谁接住彩球就招谁 十四这天 我带你去 到时候他把彩球往东头 你就往西跑 往西头 你就往东跑 最后彩球准落到你的手里 到了正月十四这天 冯生和鱼儿都吃得饱饱的 鱼儿叫冯生骑在自己的背上 驮着它往东南方向飞去 飞了一天一宿 才进了国家的京都 冯生来到彩楼下一看 周围已是人山人海 公主见时辰一道 拿起彩球遥望下头 她朝东面一比划 下面的人都朝东跑 只有冯生往西跑 往西一比划 下面的都往西奔 只有冯生往东跑 很快公主就注意上了冯生 她想 这个人虽穿戴寒衬 但长相英俊 最后公主把彩球往东一比划 下面的人又往东跑 冯生又往西奔 公主一松手 彩球往西飞去 正落在冯生的怀中 这花花公子们一看 彩球落到了这个穷小子手里 争抢着要出重金买下 冯生说 我啥也不要 只要这个彩球 在旁边树上等着的园 见彩球一到冯生手中 高兴的直叫 国王派人把冯生召进宫去 和公主一起问明了他的身世 当他们得知冯生是京园指点 并成园而来 才得到了彩球的情况后 都感到十分的奇怪 公主想 这鱼儿是个有情有义的生灵 与冯生成亲以后 一定要好好饲养她 说到做到 国王把公主许配给了冯生 还约定一年后 把公主送到冯生家成亲 一年过去了 公主坐着彩教 带着金银细软 前来与冯生成亲 冯生这天早上起来 看了看准备好的韭菜 心想 公主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 今天她前来与我成亲 应该弄点新鲜的东西招待她 可这家里也没有啥好东西 只有缘还算得上一起 干脆杀了她做菜 她没有和母亲商量 抄起菜刀杀了缘 放到锅里炖上了 公主下了叫 与婆母和冯生见过后 东桥西看的问 缘呢 冯生说 叫我杀了 今天让你也尝尝鲜 你闻闻这香味 就是从炖缘的锅里 飘出来的 公主听了 心里顿时一愣 真没想到 冯生竟是个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的人 这样一个人 咋能跟她过一辈子呢 想到这里 当下吩咐随从 把自己抬回去 缘声急了 拉住公主问 这是咋回事 公主看了她一眼 说 因为有缘 我才不远千里 来和你成亲 如今缘让你杀了 我们的缘分也没了 亲事拉倒吧 我不会嫁给一个 忘恩负义的人 说完就带人走了 后来 人们就根据这个故事 得出一句话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 不相逢